面对财团的时候膝盖就软 民间党台北市议员开炮柯文哲 因为在他市长任内禁拍板 让北市科T17-18开发案 面提投资计划书 110年4月 柯文哲亲自主持会议拍板 北市科地上权招商案 同意T16需提投资计划书 但隔壁T17-18却不用 被质疑为财团大开方便门 而当年也与会的北市秘书长陈志明 被要求到议会被寻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如果有任何步伐 当然要追究 如果一切合法 也要网务中的样的 所以你也不认为完全没有问题吗 我要全面了解 就职已经一年半了 上任已经一年半 但蒋万对北市科招商坚益 明显状况外 你要不要要求新售 来补这个投资计划 所以我们全面检视嘛 那当时他们招标的方式 是他们的决策 被你接受 如果假设当时招标 我没有说我接受 我就认定你就是没有做 不要打我没有讲过的话 塞在别人的嘴里 尽管直询时间结束 讲完还想再提自己辩驳 只是行光人寿得标两年 至今不见施工进度 一片荒烟漫草 对比隔壁金人保镖下的T16基地 陆续新建实在差很大 甚至行光人寿还因为增资卡关 研议土地一转 想脱手 不得展延契约之中 最晚取得的年限 你会不会调查 会不会送 依法依合约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连凤要讲完硬起来 因为当年T17 18侵放 就可能跟柯友友 吴欣颖家族有关 柯文哲卸任后 手一谈 与自己没关系 讲完则还要再查查 从一开始说的没有问题 又说要再查 难怪引来意愿开酸 三选成绩之后 采用一个小组 台北参谱的